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娜娜令說 針灸跟埋線哪一個比較有效呢 羅醫師 其實針灸跟埋線都會有效 都有效 但早年做針灸的人比較多 現在做埋線的人比較少 主要差別是因為針灸 以前我們在針的時候 一次要針30分鐘要加點 然後呢 而且一個禮拜要針三次 然後現在其實沒有那麼多時間 一個禮拜去三次 那個埋線的話 操作一次大概10分鐘 一個禮拜去一次 所以現在做埋線的人比較多 做針灸的很少 好 所以呢 他就剛好把我們帶到 我們的第二個階段 我們要來針灸了 到底針灸的減肥有沒有用 到底是針灸好還是埋線好呢 好 請問一下兩位醫師 一樣請舉牌喔 針灸減肥比埋線安全 對不對 請舉牌 為何 陳醫師 如果真的要嚴格講起來 因為剛剛講說埋線可能 你會有蟹阻腫啊 可能會有感染的風險 對 那排除掉這些其實針灸 它的傷口又更小 時間更短 對 所以風險會比埋線安全很多 可是針灸不是一樣有傷口嗎 一樣會有 對 所以你一樣有感染的風險 但至少你說線沒有在裡面 就不會有線出腫 也不會說因為這個線體太髒 或怎麼樣 在裡面引起感染 對 是相對安全 對 相對安全 可是效果呢 效果 因為為什麼會有埋線 就是它線在裡面 它就一天24小時 它可以持續 一個禮拜七天都有效果在裡面 對 針灸針拔掉以後 它效果就開始避解 就開始避解 所以我們才會說大概兩天就要爭一次 了解 好 那為什麼羅伊斯選擇的是三角形 因為我覺得如果埋線操作得低 感染的機會非常低 唉唷 搶俠囉 沒有 真的還蠻低的 蠻低的 像我們過快十年都沒遇到什麼問題 真的齁 對啊 我可以這樣 沒有沒有 還是要小心安全會注意 但我們很小心 該注意我們都有注意 對 該注意都要注意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不想埋線用針灸減肥 也是有同樣的效果 對不對 請舉牌 唉唷 有一樣的效果 剛剛陳醫師有講 但是他說 針灸只能維持兩天對不對 所以那不就一天到晚要跑診所 對啊 所以就是 針灸就要比較勤快一點 但確實我以前有 可是這樣子等於診所要在家旁邊比較方便 不然每天要跑診所很累耶 我確實以前有一個男生的病患 他就是 他也沒有吃藥喔 他就只是單純用針灸 然後去一肚子 就是針肚子加墊 然後他的褲子的那個皮帶 就是一格一格往裡面收 對 他就是肚子一直收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效 好好喔 突然覺得很想當陳醫師的老婆 因為可以免費一直在家整酒 有沒有 躺著就會瘦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針灸減肥比較能想瘦哪就瘦哪 對不對 請舉牌 又不一樣 羅醫師你為什麼舉叉 想瘦哪就瘦哪 針灸不是你瘦哪裡 他就瘦哪 因為我想說如果跟埋線比的話 埋線也可以啊 對啊好像埋線也可以 對也可以啊 為什麼針灸減肥比 因為他是跟埋線比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不對啊 都可以啊 所以都有效對不對 想瘦哪就瘦哪 那為什麼陳醫師舉三角形 這是題目的問題嘛 題目問得不好 他說 針灸減肥也可以想瘦哪就瘦哪 但是沒有說比埋線厲害 對他一樣的原理 就效果其實是一樣的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埋線是不是針灸的進化版 對 對不對 因為針灸的效果可能比較短暫 比較短 埋線它可以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比較持續一點 對 進階版嘛 好 下一題請問 針灸減肥要長達半年以上才有用 對不對 請舉牌 為什麼兩個又不一樣 你們應該要打起來了吧 為什麼 羅醫師 你覺得中間 模擬兩可 就是我剛剛講 它的效果 題目問得不好 因為效果是慢慢的啊 它是漸進式的啊 對 有些人快有些人慢 要看你多胖啊 所以你的意思 如果他兩天去一次診所 搞不好一個月就很有效 對啊 一兩個月三個月 不一定要半年 其實不一定要到半年 如果說半年都不動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人有辦法堅持 對 就是說我半年之後才看得到效果 對 真的 但是我覺得做針灸也是要很勤勞啊 很勤勞啊 不然你沒有你不勤勞 如果譬如說好了一個禮拜做一次會有效嗎 針灸 很難 除非你又搭配其他的一些飲食啊 運動啊 這些控制 那有可能會瘦 那你說要局部讓他緊實 那效果就會變得比較不好 對啊 如果你只是一個禮拜或一個月一次 根本就沒有效 除非這種真的非常自律的人 他又去健身房做運動 做核心什麼的 然後又飲食控制 那可能又乖乖吃藥 其實調理 那有可能會瘦得很好 那針灸只是幫助你 輔助而已 了解 那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中醫是不是有一種 我們叫什麼貼耳豆啊 那種是瘦哪裡 因為我們耳朵也是有很多穴位 可以去控制你的食慾啊 控制你的代謝 所以貼耳豆可以控制食慾 對 不好貼滿 我們每次都好想吃喔 所以是貼耳豆是貼哪裡呢 耳朵的呢 胃區這邊嘛 就在耳朵這個地方 那它的豆是用豆子嗎 我們有用那種亡部流行紙 亡部流行紙 很小的 小小一個種子 然後後面一個膠帶去貼 那有些刺激比較強 我們會用耳針 一個短短的針刺進去 不會痛嗎 會痛啊 長得像很小的土釘 對 不會痛嗎 當然會啊 那自己在家會不會感染啊 就是洗澡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洗耳朵什麼 會不會有感染的風險啊 針其實感染的機率也不高 也不高 因為我們通常在針之前 會先皮膚表面消毒 對 然後針距的話 它也是就是無菌的貼上去 那除非是有一些人 他的那個護理上面沒有做好 對 一般耳針我們可以貼到七天 對 就是再把它拿起來 再拿掉 那如果中間你開始覺得痛了 有發炎了 就趕快拿起來 了解 等於是跟穿耳洞是一樣的道理 沒那麼恐怖啦 有發炎趕快拿起來 如果發炎了可以自行拆掉嗎 就趕快拆掉了 對啊 就趕快拆掉了 拉起來就好 有時候我們就建議兩三天就把它拆掉了 所以夏天有時候流汗啊 外面灰塵多啊 懂 所以冬天是不是比較好 也比較好一點 好一點 了解 好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那個 唉唷 這怎麼唸呢 你的名字好特別喔 有邊沒邊沒邊唸中間 是有或或 香 王或香 對 埋線橘皮可以變不見嗎 他的橘皮很多 陳醫師 我的經驗非常的難 對 真的喔 對 尤其有些是那種肥胖文 或是認成文的 那也不容易消 不容易 這個可能要問羅醫師 因為女生 應該很多人去尋求你 對 是不是可以削橘皮或認成型 橘皮比較難耶 橘皮很難齁 對 橘皮它就是已經變形的一些 脂肪的一些細胞啦 其實我們在 埋線的話是局部塑生 所以它沒有辦法大片的削你的那個橘皮 真的喔 所以橘皮沒辦法消失 但我真的認為 橘皮做運動會減少 這是真的 當你皮膚變得很緊實 你常在動的時候 橘皮會減少 所以做運動應該是有效的 好不好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 Motin 是不是 Tom 他說 手臂下垂可以埋線嗎 蝴蝶袖嗎 蝴蝶袖可以嗎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埋了它就不會蝴蝶了 就不會飛 而且要配合按摩 我之前有個病人 他是自己本身是美容師幫人家按摩的 對 他六十幾歲喔 六十幾歲 蝴蝶袖不見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因為他沒客人的時候 有空就自己拿體刷自己一直刮 他就來埋線 就埋這個地方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埋完線之後 然後回去自己用體刷這樣刷 對 平衡的按摩啊 按摩 它蝴蝶袖就會不見 對 就不見了 真的 哇 真的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好想試喔 聽陳醫師這樣講我就很想試 欸 陳醫師 那你今天是不是有帶來運動 教大家如何瘦肚子跟大腿 對 其實瘦肚子 一般我們會講說 有沒有局部瘦身這個東西 你說全身的脂肪很難 你很難說吃藥 你就要控制說 你哪個地方的脂肪要瘦得快 對 但是你可以讓那個地方的肌肉變緊實 對 它相對就會比較小 所以局部瘦身的原理 還是說把局部的肌肉稍微斷練一下 對 那像瘦肚子最簡單 像這樣做著就可以做啦 唉唷 做著就可以做了 怎麼做 你手稍微扶一下嘛 然後就把腳往上抬 哇 這樣就可以做了 這感覺好man喔 有辦法舉得起來嗎 可以啊 而且你舉的時候 不是只有腳往上抬而已 你要連你的這個髖骨 這個關節有點往上拉 唉唷 好難耶 對 變成說你的 喔 這核心 大腿下緣到屁股下緣 有點往上提了 往上提 對 有點往上提了才有辦法 可是屁股要翹起來嗎 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看得到 我翹不起來 我側面好了 好難喔 就有點像要到這個階段 就你這一段 所以屁股不用翹起來 不用到那麼高 喔 我懂 喔 我懂 就像我們做運動核心一樣 你要覺得你肚子有在用力 喔 了解 像有時候我在診間 跟病人講話 我也是手就會這樣 腳就稍微提一下 真的喔 想瘦哪裡啊 對 就腳稍微抬一下 你就肚子有在用力 對 至少就會覺得有瘦的感覺 不會啦 其實喔 如果你運動久了 你就知道啊 你有在動的時候 哪裡會用力 那裡就會瘦 對 會變緊急 如果說女生沒辦法兩腳一起彈 你可以單腳抬 單腳抬 對 但重點是你要感覺到 你的肚子有在收縮 對 然後換腳 對 但是做這個運動啊 腹部都記得要用力 對 要用力 因為這就是核心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想要哪裡用力 你手去摸那個地方 對 覺得他有變硬了就對了 沒錯 對 代表他有用到力氣 對 然後再來大腿呢 很多人會說 那我大腿我去走路去跑步 為什麼大腿都不會瘦 因為大腿一般會胖到內外側嘛 你跑步只用到股四頭肌 跟後面的肌肉 對 你頂多前面後面會變結局 但內外側還是 內外側還是胖 對 所以就要做到內外側的一些運動 對 要像 比較簡單的齁 外側的 你可以把腳往上抬就好了 喔 抬腿 對 有空就可以做 抬起來 喔 動 想說跟人家聊天就 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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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樣摸著你想要瘦的地方嘛 像這樣你大腿有些人寬度到 有 會用力 對 比較外側的地方 屁股外側 這裡會用力 就會用到力 那再來就是有些人 腰內肉45度這個地方 對 對 這裡最難瘦的 對 因為不管什麼運動都不會瘦到 沒錯 尤其女生這裡很難瘦 對 那這裡要怎麼瘦 那簡單 你要擦腰嘛 你往鞋外45度抬 對 那羅伊心應該很厲害 這個我常做 我發現 這樣也會翹屁股耶 這裡也會用到力量 對 你要翹屁股更簡單 就直接往後就好 對 喔 所以45度 45度會比較上面這個地方 不一樣 對 往後在你臀大肌 跟大腿下圓這個地方 喔 懂 所以你就內外側 好專業喔 那內側更難 內側怎麼瘦 內側你要有個東西來夾 喔 我知道 對 你可能夾個球啊 或是枕頭 對 往內用力 之前有人是夾瑜加球 對對對 而且在家裡簡單 就拿枕頭抱枕 就放著就可以夾了 喔 瞭解 最主要是讓這裡有動到 有收縮到 對 肌肉有收縮 它會變比較緊實 喔 瞭解 對 肌肉有弄著 對 肌肉有弄著 對啤肉有弁 對 肌肉多個 對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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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